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入睡困难 或者是在半夜醒过来后又睡不着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跟血糖有非常大的关系 好 假设我们一整天都是不停的在震荡血糖 震荡血糖 到了晚上要睡觉之前呢 可能就是觉得今天好冷哦 我想要吃点汤圆 你就在睡前吃点汤圆 好 那你血糖就冲上去 汤圆全部化成汤嘛 好 血糖就冲上去 或是你说我健康一点 我不要吃 我不要吃汤圆好了 我吃这个 呃 我们吃什么呢 吃这个 呃 吃点燕麦 或者是吃一点水果好了 吃一大堆水果 好 因为我们就这样比较健康嘛 就吃水果很健康 就血糖就啪就冲上去了 血糖冲上去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血糖冲上去你就很嗨啊 睡不着 睡不着 所以啊 这样子的人就可能会因为血糖冲上去 呃 而睡不着 如果说你的血糖平常因为肾上腺已经很疲倦 肾上腺在这边嘛 我们不停的在讲这件事 肾上腺是拿来提血糖的 就是你血糖掉到谷底的时候就是肾上腺在做这件事 假设你的肾 你的血糖已经本来就是比较低的人 你一定要吃一点甜的东西才可以睡得着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的血糖这么低的时候你是睡不着的 饿嘛 就很饿啊 然后睡不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上腺是生产压力荷尔蒙让你的血糖提起来 所以当你压力荷尔蒙出现的时候你是睡不着的 所以通常这样子的人就要吃一点糖把血糖提起来 他才睡得着 所以有这么样不同的两种反应啊 所以一般的人的话是他的血糖如果是在还是在这一边的话 他可能就是吃了一点点糖他就睡不着因为他很high 可是如果说你的血糖本来就是过低的 那你一定要吃一点点糖才可以入睡 所以我看过我有病患的 有一家病患他们全家人在睡前 就是父母一人喝一杯红酒 然后小孩是一人一片巧克力饼干再加牛奶 他们全家才可以入睡啊 可是这样子的问题又出现了 到半夜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 因为人到了半夜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你这个睡前吃这么多糖 到半夜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血糖就掉下来嘛 好 血糖掉下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一定是肾上腺跑出来工作 为什么我们血糖在掉到谷底的时候啊 是肾上腺出来工作 因为如果你血糖一直掉下去 一直不停的掉下去掉下去 没有东西把它提起来的话 这个东西这样子一直不停的往下掉 到了半夜你就睡梦中就走掉了 所以啊 这是影响生存的事情 肾上腺一定要出来工作 好 那他出来工作他做什么呢 就是让压力荷尔蒙整个释出 就泛滥在你体内 然后他再去只是肝脏把糖源给转成糖 然后把血糖提起来 好 那现在你的满身全身都充满了压力荷尔蒙 如果这个时候你是被压力荷尔蒙叫醒的话 或者是你上起来上厕所 你就没有办法回去再入睡 因为压力荷尔蒙本来的用意是让我们拿来跟 古代的时候是跟猛兽搏斗或逃跑用的哦 不是讲你睡觉用的 睡觉是要放松才可以睡觉 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个神经都是在紧张状态 绝对是睡不着的哦 所以当你的这个血糖掉到谷底 肾上腺出来工作的时候 你就会如果半夜被叫醒 被肾上腺叫醒 再回去入睡就会非常困难 因为所有的这个压力荷尔蒙都会持续在血液里面循环几个小时哦 那一直要等到它的这个作用变小之后 你才可以再慢慢入睡 所以非常非常困难 有些人就会因为血糖震荡 这样子整夜不停的起来又不停的睡不着 我觉得非常非常痛苦 我自己的家人这个本来都有这个问题哦 那个我先生家人也是这样子 就是老人家到了夜里以后睡不着 觉得很痛苦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磨难哦 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平衡血糖的话 这个问题就会不要而遇哦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日晒的问题哦 我们现在常常我们以前的工作都是在户外 有务农的时候全部都在户外 那过去百年来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转变哦 所以现在的工作通常都在室内哦 我们现在在外面晒太阳的时间非常的少哦 所以你们要记得你的你的这个让你入睡的脑部化学 是跟光有关系的哦 因为它是跟着光线就是日照在走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让我们入睡的脑部化学通常是在太阳开始下山之后 慢慢开始升高哦 它的这个量就开始慢慢升高 然后到差不多太阳下山三个小时之后 它就达到高峰了 你就会很困很困很想睡 所以你的身体的循环或者是运作 如果是正常的很健康的人 你通常都会看到在日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几个小时就开始困得不行啊 就大家在聊天 他们就一直打哈欠了 就是他非常非常想睡觉 晚上想睡觉是正常的 这还是对的 我们不是夜间动物 所以我们不是夜猫子 如果你是夜猫子 你一定要去检测一下你的血糖是不是有问题啊 所以早上你如果日照不足的话 就会影响到晚上这个脑部化学的制造 因为他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是白天 什么时候是黑夜啊 所以你这个部分的这个是接收光线的 这个应该是内分病系统里面的东西 Penel Glen哦 他是从这边接收光线 然后是他由他去影响 我刚刚说的脑部化学的制造哦 所以如果你们白天是在室内工作的话 不要在乌漆妈黑的地方工作 如果可以的话 make sure你们有光线是照在这个地方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多多在外面晒太阳哦 因为晒太阳对你的睡眠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OK那就是我们今天很简单的 讲一下这个睡眠问题 跟哪一些生理化学是相关的 那我希望你们夜夜都有好 都有好眠 然后每晚都有好梦哦 OK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哦 拜拜